大家好,咱们今天给德约科维奇单独开一期节目 这期节目呢,这个跟大家好好聊聊网球吧 因为这个突然之间啊,不经意之间啊,发现这个人类的极限啊,又被突破了 终于有一个这个男人啊,能够跟这个Sarena Williams能够媲美了 当年这个看着Pete Sampras,Andrea Axie打球的我啊 但是最早的话呢,这个其实我第一个啊,开始让我开始喜欢看网球比赛的一个运动员是张德培 Michael Chan,我估计这个现在90后的网友不知道啊,张德培是谁了啊 以前那个华裔的这个美籍的网球手啊,一个这个台湾的网球手 张德培的话呢,当时他的这个特点就是跑步死啊,但是很可惜 反正他17岁拿了一个这个法网的冠军以后,后来就再也没有拿过大满冠的冠军啊 但就是这样,我也很喜欢看这个张德培打球啊,就是觉得跑步死啊 然后你再慢慢的看到这项运动里面啊,就是有这个Pete Sampras啊,可以说神一样的存在啊 尽管是这样,但是桑普拉斯从来没有拿过红土的冠军啊,我呢,自己去到这个球场去打球 第一次进去的一个球场就是红土啊,就在上海就有啊 一般呢,像我们平时,如果你也经常会打一下球的啊,现在其实我不太打网球了啊 以前是还有时候还会打打,大量的其实全是那种硬地的对吧,塑胶的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泥沙地的啊 草地的就很少了啊,包括你说这个草地的好像好像加拿大还还有一些啊 红土地的话是真的就是北美的话是不多的啊,欧洲很多 所以为什么这个拿大了,拿大了这个从小练球十岁之前吧 开始一开始练球就是红土地啊,他从小就习惯这种这个慢速球场,对吧 只要你跑不死啊,只要你的球够赚啊,这个你总是可以救的回来的啊 所以呢,造就了他后面的这个非常单调的这个14个啊,法网的这个冠军 我觉得这个记录可能不太会有人能打得破了吧啊 不要说是法网的冠军啊,你就是14年来参加比赛,你都能打进决赛,你就已经是个奇迹了啊 更不要说你在这里拿14个冠军啊,这个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 我呢,当年这个第一次去到这个网球场打球就是一个红土,所以我对红土地的这个印象啊,非常的深啊 整个的这个打球的感觉,这种滑步啊,包括说这个球在地上弹起来的这种这个 就是这种慢速的这个效果吧 法网呢,这个因为他是法网嘛,对吧,所以就废话嘛 所以说呢,他有他自己的味道啊,他不像是这个,还有一个月以后就要开始的这个全英的这个草地啊 这个全英俱乐部的草地的这个锦标赛啊,就是温布顿 也不像澳网和美网的两个这个硬地啊,但是这两个硬地质地是不一样的啊,一会再跟大家讲 法网呢,有他自己的味道啊,除了说他红土的这个慢速球场以外啊 呃,他而且是大量的,你要知道欧洲在这个五六月份啊,是慢慢进入夏季啊 所以说,他在这个,他的这个主球场,这个菲利普啊,菲利普啊,他那球场就有一句话嘛 对吧,胜利属于最后的这个意志坚韧不拔的人啊 非常艰苦这个比赛啊,你打的可以说整个人都虚脱了 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整个的又是在法国办的这个大满贯的这个网球公开赛了 所有报分又是用法语,对吧 呃,GANZEHO,啊,这个,然后这个,TENTZEHO,GAHONZEHO啊,如果你打到这个发球战先呢 当然DEUCE还是说DEUCE,发球战先的话呢,比如说发球战先,JOKOVIC啊,他是说这个,AVANDAGEJOKOVIC 所以说每年到了法网呢,你会觉得这个,他整个那个比赛叫HOLENGAHO啊 你会觉得这个比赛就是看上去比其他的那个比赛啊,就觉得味道是不一样啊 因为整个红土地这个视觉上,你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的这个赏心悦目嘛,对吧 然后呢,这个稍微跟大家复一下盘吧,昨天那个球 昨天那个球的话呢,首先那个挪威的小孩啊,这个卡斯帕鲁德啊 这个小孩呢,其实我觉得前途是不可限量啊,因为,虽然说呢,这个,他没有拿到冠军嘛,对吧 但是呢,我觉得,他已经拿了三个啊,大满贯的亚军了 我觉得这个人呢,迟早会排到世界第一,也肯定会拿到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呢,你昨天已经明显感觉到啊,他其实身上是有一些这种,有一些这种纳达尔的影子的 据说纳达尔在这个场外啊,没有参加比赛,但也没闲着啊,一直是不停的在指导别人啊 谁和晓德打球,他就在指导谁啊,所以你就看得出纳达尔的这个用意啊,是什么啊 一开始的话呢,这个我记得大概十几分钟很快的啊,砍瓜切菜一样 三比零领先这个德约科威奇了,对吧 而且这个正手的这个霹雳的上线球啊,打的也是虎虎生辉啊 带着这个强烈的上旋啊,甚至是有些侧旋的这个飘过来啊 反正我看前三盘这种球,德约科威奇一个都没回过去 全是出界或是下网的啊 靠着这个神力球,一开始就打了一个下马为三比零 马上的让人产生一种幻觉啊,德约科威奇可能是要输球啊 但是就像若干次的这个德约科威奇啊 就是无数次的这种下风球,对吧 你就感觉他不行了啊 我就记得以前无数次的在草地上 他被这个瑞士天王啊,这个Federer 整个的就打到已经是满地找啊 Federer那个球你知道又又漂亮啊 整个的这个技术又又是完美 几乎是不可能回过来的球啊 他一板一板的就是很深的底线球 能给你顶回去啊,顶着顶着Federer一个失误了 全是靠着这样 他就最后给你撑过来啊 你就会觉得这个德约科威奇的球呢 没有太赏心悦目 但说实话,他的技术也是一流的啊 没有太赏心悦目 而且昨天呢,说句实话 也没有打出这个德约科威奇他自己最巅峰的水平 就是属于他的常规的大概75到80分的这个水平 85分都没到啊 但是就是靠着那些 比较优秀的他的这个正常的水平的发挥呢 就已经把对方给打垮了 整个的比赛,除了一开始的3比0 很快的就会去调整了自己的这个战术 调整自己的这个战术 什么战术呢,就是压你反手 鲁德很明显他的这个反手啊不稳 非常的不稳 打着打着呢 有时就是一个出界那么多 或者是这个失误球啊 完全是顶不住的状态啊 就还是感觉差了半拍 明显就是一个短板啊 只要这个球压到你反手 然后啊 有时候打一个这个追身啊 有时候就是直接一个inside out 就能得分 所以你就感觉这个过程啊 是逐渐的精确的缓慢的 一点一点的就把你这个信心摧毁掉了 等到这个比赛打到第一盘6比6 然后到了这个抢期啊 这个Jokovic整个就变了一个人嘛 对吧 感觉就像是这个 其实他的这个技术技术特点 稍微聊几句吧 Jokovic的这个技术特点呢 其实是有变化的啊 我虽然其实在这个三驾马车的这个统治 网球的这个时代啊 我看球已经少了 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 我看球是从这个 Pete Sempris和Andre Agassi啊 从他们的这个双雄争霸 开始看了 而且中间还穿插了什么Michael Chan 还穿插了什么Steven Adberg 千万不要忘了就是 Pete Sempris那么牛逼啊 但是在红土地上 克他的人实在太多了啊 别的不说 每次遇到Boris Becker 对吧 不要忘了德国还有一个那样的人啊 没有一次Pete Sempris好像我记得是赢 Pete Sempris 14个大满贯 就是唯独红土地 从来没拿过啊 所以说呢 这个我是看着这个球过来的 很顺利的就衔接到了这个Roger Federer 对吧 因为费德勒的这个优雅 他的这个技术的全面啊 是最完美的继承了这个Pete Sempris的这个风格 而且呢他又更全面啊 因为他是也是全满贯 而且是金满贯啊 就是你四四大满贯各场地 你都拿完以后啊 你还要在奥运会啊 或者是同级别的这个青年奥运会啊 你是拿到金牌 那么就是贯中之贯啊 叫做这个金满贯 Federer他就是金满贯 然后这个德约科维奇目前是北京奥运会拿了铜牌嘛 所以说我觉得奥运会这个其实 不是太重要啊 重要的是 我觉得以他现在这个状态啊 再往前面打个一两年 如果身体的这个保护的好的话啊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因为你看这个 呃 Lafel Nadal已经也36了 对吧 而且他那个打法呢 说实话更伤身体 没有这个身体做保障的话 他很多这个是 又不像是红土上他有这个优势啊 滑步啊 就打硬地的话呢 其实纳达尔其实优势没有那么大啊 呃 然后你看 你看这个年轻的这些这些这个小孩呢 感觉离这个小德啊 起码说还差了半个档次啊 如果小德是正常发挥的话啊 起码说在心态这一块啊 在这个打球的智商这一块 我觉得是碾压他们的啊 所以说弄的不好啊 到今年年底的话啊 这个数字就不是23了啊 很有可能就是24甚至是25啊 都有可能 而且我看了一下啊 他的这个23个大满贯的冠军啊 有11个是在30岁以后拿的啊 而且千万不要忘了这个中间因为新冠疫情 对吧 没打疫苗还被澳大利亚人停了一年 他从2018年复出以后啊 这个因为受了一个伤吧 对吧 中间又换了一个教练啊 18年复出以后啊 其实Djokovic的这个打法是有变化的 以前的话呢 其实你就觉得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打不死 对吧 不管你是多么妖怪的球 质量多么的高啊 很多人都放弃了 但是Djokovic凭他的意志力啊 他能够把球给你顶回来 而且是高质量的顶回来 因为他以前的这个教练是Andrey Eggsy 阿加西的这个反手啊 当年就是被称为这个世界第一 因为正手是世界第一 是Pete Sempris 对吧 有的这个世界第一的正手 世界第一的这个这个上网 Pete Sempris 但是反手和揭发球的世界第一啊 就是Andrey Eggsy 所以你就想想当年这个球有多好看吧 因为他的教练是阿加西 所以晓德的这个底线球啊 质量非常高啊 你像他这个受伤以前的那种大范围的 可以说是极限的那种滑步的旧球啊 其实在他这个18年受伤以后的付出啊 不太看到了 但是取而代之的呢 全是那些很深的底线球 这个反而是最杀人的知道吗 因为这个东西他能够养你的老 就像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为什么到38岁 他还能拿NBA的冠军呢 靠的就是中投 如果每个球都要突到里面去扣篮去上篮 那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顶得住的啊 像Lebron James这种身体是属于妖怪了 一般人是没有这种身体的啊 但就算是这样 你看Lebron James今年的这个季后赛 打到第四节也打不动啊 对吧 对面的这个岳老师实在是太恐怖了啊 咱们先不说篮球还是说回来啊 晓德的话呢 他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技术特点啊 一个呢我就觉得底线球的能力啊 上了一个台阶 还有呢 你看到他大量的 他是增加了这个发球和上网 因为这个也是结合他底线球的这种稳健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匹配的一个打法 尤其你看到了这个抢期 反正最近几年我看到他只要进了抢期 没输过球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抢期啊 整个人就是变成了一个超级赛亚人一样 直接就是翻了一档啊 如果你就像你开汽车手牌一样的 对吧 之前的话呢 就是一直拖着啊 感觉好像3比3 4比4 不当回事啊 甚至到了第三盘 4比5的时候啊 对吧 你感觉那个卡斯帕那个鲁德自己 自己都觉得好像看到曙光了啊 但是马上就是一个这个发球值得啊 然后这个拿下了这个 自己发球局5比5以后啊 兵不屑任的就变成6比5了 6比5以后的话 马上就是自己发球的一个胜赛局 一上来又是40比0啊 所以说小德的话呢 他现在打关键球的这个能力是太强啊 经验又很丰富对吧 而且完全是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超级赛亚人的表现啊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很多的这个年轻选手啊 起码说我觉得 呃 还得多跟他碰几次吧 多碰几次 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成长啊 一个是抢气的能力 一个是发球上网 还有就是底线球增加了啊 所以说以现在的小德这种状态吧 啊虽然说他有很多的技术啊 其实挺难看的 比如说这个反手对吧 不如这个Roger Federer啊 包括以前的这个Pete Sampras 因为我们看惯了那种潇洒的这个单反 甚至像以前以前的这个比利时的海宁 海宁当年多少人盼着他就是能够灭一次小薇啊 对吧 小薇那个样子那还是个女人吗 但这不是对他的贬义啊 实在太男子化了 他那个打球就四个字 叫世大力成 比比男人还男人的这个女子网球选手啊 但是我我是看过 看过这个有报道啊 说这个WTA还真的找了一个世界排名202位的啊 一个这个男子的这个网球选手打一场表演赛 就打了一一排啊 结果小薇的很快就输了吧 一比六吧好像很快 大概二十几分钟啊 就证明其实这个呢 真的和男子打起来还是有差距啊 但起码说和女女子的这个选手打起来 太男子化 没有一个技术是对方能够正常发挥的 他每一拍过来都是世大力成啊 就是只有他这个身体是个勒布朗詹姆斯的身体 那你怎么打得过他呢 这肯定打不过 因为篮球还是五个人 网球就是一个人啊 他直接碾压你啊 好在呢 现在终于是这个Jokovic也是拿了三轮的大满冠 也是23个这个大满冠军啊 终于是有一个男人能够媲美这个Serena了 所以呢 我我昨天其实不夸张的讲 我第一盘啊 看到他打到抢7 然后我看到这个Jokovic大比分领先 我就知道啊 今天这场球要赢了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正常的轨道啊 然后呢 这个不夸张的讲吧 这个Jokovic目前的这个 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他的反手啊 但是我说句实话 我觉得他的反手虽然不好看啊 但是 就是颇有这个当年这个Andrea Agassi的这个味道啊 很简单 很快捷 很实用 而且不管你对对面是这个 那种这个超级的上楦球 甚至有时候还带着侧楦啊 还是你那种像以前这个瑞士天王 对吧 Roger Federer那种削得你没脾气的啊 这个 削死你不偿命的那种切削过来啊 他全都能给你回的过去 而且是质量很高的 这个就是厉害无死角啊 这个其实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啊 而且呢 他现在的这个一发其实是比以前是提高了啊 基本上呢 我觉得以Jokovic目前的这个状态啊 他发挥百分之八十 所以一般的就是你你哪怕是这个现在最优秀的几个年轻的小孩打不过他了 年轻的小孩要打出相当出色的超一流的状态 才能够赢得了Jokovic八十分的状态啊 如果他也是只有这个八九十分 打这个Jokovic八十分 我觉得打不过啊 更不要说Jokovic啊 有时候他他这个到了抢期啊 他能够再给你翻一个档位啊 那就那就是真的不好弄了啊 接下来其实很快再过一个月嘛 对吧 全英俱乐部草地网球警票赛啊 就是温布尔顿啊 很有可能吧 我觉得以德约克为期目前的这个状态啊 弄不好的话这个今年还有两个对吧 再收他一两个啊 为什么你说当年这个球那么好看啊 就是你像Sampras和Andrea X 两种是截然不同的打法 对吧 而且是分别各自统治了这个网球 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啊 两个人的这个又是共同出现的这个时间段 又是在呃有那么大概四五年吧 每一次的这个交锋啊 其实现在想起来是历历在目啊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网啊 大家知道美网的这个场地啊 他也是硬地对吧 但是他这个硬地和澳大利亚的那个硬地是不一样的 这美网的硬地就是我们说的水泥地 上面铺一层很薄的一层塑胶 他这个塑胶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球打过去啊 他是往前穿 他不像澳网的那个塑胶啊 是相对啊弹性比较好 而且是明显是有颗粒感的 就是说他会有这个增加摩擦弹性又好 所以偏向于什么 底线球好的选手 所以为什么在澳大利亚欧本整个的这个战绩啊 Android X是打三普拉斯是四比二 但是在美网四次交锋 我印象最深的啊 就是01年 当时两个人很早就碰到了啊 阿加基桑普拉斯四分之一决赛 整场比赛没有一局是破发的 就是最后打了四个抢七啊 看的人是喘不过气来 就是就是你感觉好像有人要打破这个平衡 又被对方给保回来了啊 我记得三普拉斯大概拿了大概五六个 break point 一个都没拿下来 阿加基大概也有也有两个吧 两三个啊 也是没拿下来 第一盘的抢七 皮特三普拉斯六比三领先 先拿到小分六比三领先 但是最后是第一盘是Android X拿下来啊 九比七 但是后面三个抢七 皮特三普拉斯全都拿下了 就是喘不过气来 在美网的场地上 Android X从来没有战胜过 皮特三普拉斯 因为他的打法最适合这种快速的这个硬地场 但是反过来在奥网 皮特三普拉斯对阵 AX是二比四 反而是阿加基展现啊 你别小看阿加基一共只有这个 也不能说一共吧 人家也拿了八个了 八个大满贯 但是他是全满贯 他是所有的这个满贯 他是都拿了 所以这是阿加基伟大的地方 皮特三普拉斯就从来没有这个征服过这个红土地啊 好吧 反正这个就是正好想到了这个网球吧 我是觉得啊 因为女子网球 呃 目前是没有人 因为小微已经退役了嘛 没有人能够填补这个就是像小微的这种这个神一般的存在啊 他也是好像我看到是这个收入最高的这个女子网球运动员了啊 Djokovic的话呢 他的这个神话还在继续啊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德能够这个继续啊 一如既往的啊 能够这个在在他的这个收集上面吧 能够再完美的啊 战斗下去啊 说不定有一天 他也能完成啊 像这个 Steve Graf啊 就像这个阿加基的这个老婆一样 就是完成这个大满关的四轮的收集啊 小微是完成了三轮 那目前这个Djokovic已经完成三轮了 对吧 但是你像梅网和这个温布尔顿 他拿的冠军很多了啊 法网和呃 法网和这个梅网 说错了 草地和这个奥网 他拿的很多了啊 然后这个梅网和这个法网 他目前是各三个啊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突破的话呢 我觉得反正从我来讲 我是不会太吃惊吧 希望这个呃 这个纳达尔也也这个不要那么快就退休吧 尽管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西班牙人啊 他的存在的话呢 我觉得也会激励啊 那些这个网球运动员啊 进一步的突破人类极限 好吧 祝这个那些网球运动员还是继续的好运吧 好 那么这期就到这 欢迎大家这个看完以后把你的评论告诉我 好 谢谢